一家是,关于对FCC拒绝中国移动国际有限公司美国子公司214牌照申请的声明。 中国移动国际一直致力于为用户提供优质国际电信服务,在海外业务拓展中,始终严格遵从当地法律法规,合规经营。 中国移动国际公司向美国政府申请214牌照,也是秉持开放合作、自由贸易的理念,旨在为中美两地客户提供业务发展所需的电信服务,加强两地市场互通。 现在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用了七年八个月时间,无明确理由及一句否决了我公司对牌照的申请,有备于市场经济原则,不符合经济全球化趋势。 中国移动国际希望美国政府抛开政治偏见,停止打压,公平公正公开对待赴美投资企业。 在10日外交部记者例行会上,发言人耕爽,在回应关于此事的提问时曾表示,中方敦促美方要尊重市场经济的原则,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无理打压。 您应该清楚,中方一贯鼓励中方的企业,在遵守国际规则和市场规律的情况下,对外开展投资活动,耕爽说,我们也要求他们要遵守当地的法律。 耕爽表示,至于你提到的具体案例,我们敦促美方要尊重市场经济的原则,停止将国家安全犯化的错误做法,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无理打压,为中国企业赴美投资提供一个公平、公正和非歧视的环境。 此前报道,一新并指不好。 美联邦通信委员会,拒绝中国移动为美点信提供服务申请。 彭博社报道截图,环球网报道记者朱孟颖,美国的一新并置不好了。 据美联社消息,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9日投票,否决了中国移动在美提供服务的投标申请,宣称其存在国家安全问题。 美国媒体报道称,2011年,中国移动竞标申请为美国与他国间的跨国通信业务提供服务。 9日当天,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以5票赞成,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否决了中国移动的申请。 据彭博社报道,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在为9日投票所准备的文献中说,他们认为,风险是不可接受的。 该委员会甚至宣称,已经确定中国移动受中国政府控制,中国政府可以利用中国移动美国分公司进行或增加针对美国经济的间谍活动和情报收集。 该委员会主席阿吉特帕伊在投票后表示,该机构正在回看,早前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得到的授权,但拒绝透露这回看,会带来什么结果。 彭博社还提到,在正式投票前,中国移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我们在运营过程中遵守所有使用的法律,并且没有任何导致实质性的,严重的国家安全和执法风险的行为。 宣称中国企业受中国政府控制,并借此说是,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绝非美国第一例,美国诸多疑心病发作的症状中,副总统彭斯,今年2月在慕安会上就有过类似表现。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2月18日,回应彭斯慕安会言论时明确表示,中国政府一贯要求中国企业,在外国开展业务时,要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这一立场不会改变。 中国一贯坚持相互尊重主权、平等互利等国际法基本原则,中国宪法和相关法律对此均有体现。 基于这一原则,中国一向明确反对别国绕过正常合作渠道,单方面是用其国内法,强迫企业和个人,向其提供位于中国境内的数据、信息、情报等做法。 同样,中国没有也不会要求企业,或个人以违反当地法律的方式,通过安装后门等形式,为中国政府采集,或提供位于外国境内的数据、信息和情报。 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执行主任,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朱峰,向环球网记者表示,美国此举是其对华发动科技冷战的一部分,其深层原因,是美国对中国的安全评估发生了根本变化。 他表示,中国移动本来在美国正常地进行竞标相关商业活动,现在完全被美国妖魔化,其本质还是美国对中国威胁的定义。 美国市场本来应该是一个开放的市场,现在严厉地提高所谓安全门槛,处处把中国威胁放在正常经济和商业关系的首要位置。 这种做法严重违背美国自己标榜的市场开发和公平竞争原则,是明显地说一套,做一套。